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3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受到疫情的影响 全台多数的阿美族部落纷纷停办封年纪 而光复乡泰巴朗部落当时就延绎不中断 而是改其他的方式来办理 随着防疫降到二级警戒 部落头目 祭司 一例性的年纪大会主办 31号特别邀请了各年龄阶层的干部 召开了一例性的筹备会 决议以防疫规定为最高的原则 实施人员管制 简化一例性的记忆 正当全台阿美族部落因疫情而停办 一例性记忆文化时 全台最大阿美族聚落的光复乡泰巴朗部落 自反而说 虽千万人无往矣 我们应该算是最勇敢的一个部落 还是继续办我们自己的年纪 所以我们还是要遵从政府的规定 所有规定我们都照常的遵守 我们来做一个原住民施办的地方 今年一例性大会主办 拉达夫年龄阶层 今天上午邀请了部落头目杨德成 祭司 林郑志 以及各年龄阶层干部 共同召开一例性筹备会 除了强调绝不中断一例性文化传承脚步 今年也将恪守中央CDC防疫警戒规范来执行 我们决议了七项一个决议的事项 也就是我们的时间点 人员管制跟防疫措施 还有我们的任何的配套措施 一个人员的分流管制 都遵照我们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政策执行 在以现阶段国内防疫二级警戒为执行 一例性年纪的最高指导原则下 部落祭司林郑志对此则表示 银林 燕林等记忆就留在部落发祥地来进行 刚才祭司的意思是说 有一点在欺骗我们的祖先了 因为毕竟你们把我们引过来 结果我们祭司广场并没有任何活动 我坐在这边也没东西可以看 那意义何在 这个也就是我们萨巴朗奥祭司的那个用意 所以说他在祭典的那个部分 就是直接会在我们的发祥地那边 直接跟我们的马拉道 跟我们的祖先去报告 这整个疫情的那个问题 然后也也请我们的祖先能够谅解我们 阿美族年度最重要的碎石 既以以离信在疫情警戒之下 泰巴朗部落做些微调整 不让千年文化记忆中断 部落最小年龄阶层干部 虽然有些担心却也很支持 能实际来执行文化的传承 在异乡工作的那些族人 他们也会有那个想要参与的那个心 这个部分我还是比较那个 比较两极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 部落文化记忆的传承与执行也受到冲击 泰巴朗部落微调以离信年纪记忆方式 退而求其次 然而能不能在顺利传承执行年纪文化的同时 避免成为防疫破口 似乎也成了泰巴朗部落 有史以来在文化传承道路上的巨大挑战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